好 嗨 那在彰化的晨月酒店啊 一樓的櫃台进来之后 这边就会有一间休息室哦 他们的茶室 那这边呢 我们刚才以为是不知道这边有点心耶 所以可以跟小朋友说 这边有点心哦 自己找找看 在这边很像装饰瓶吧 对啊 一不留意就是不知道 一些饼 对对对 一些饼干糖果都在这里 然后它的开放时间呢 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钟 都可以 小朋友想要来吃吃点心啊 的部分是OK的 好 那是他们的茶室 然后洗手间这边有两间 这边有两间洗手间 然后 我觉得这边就是因为 有些酮油的部分啊 会有这个就是洗衣服的需求 那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这边会有洗衣房 而且我觉得他连那个 要 那个叫什么 运 那个叫什么 就是烫衣板的部分都会有 好 那这边 就是可以自备洗衣球 没有洗衣球部分 柜台可以买 好 一包是20元 洗衣机 好 然后烫衣服的部分 这边都是可以的 洗衣房 好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大家来到这边啊 会想要骑 可以脚踏车去逛路港 对不对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往外看 脚踏车 这叫什么 母子车吗 亲子车 对 小朋友的部分也是有的 然后他可以免费提供 房客的是一个小时半 如果超过的部分呢 一小时好像收120以上左右不等 好 可以再询问柜台 那我觉得可以骑骑脚踏车 听说这边要到 就是从右边站出去之后 到路港老街 就是大概走路10分钟 那如果假日的话 沿路都是会有一些就是摊贩 所以说其实是还蛮好玩的 好 那就是大家来 可以骑骑脚踏车啰